A股明天重大提醒 俄乌事件崩塌之际 国际股市在英滑铁卢 欧美亚股市全跌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A股竟然红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暗藏何种深意 万千散户做好准备啊 A股市场即将迎来 2022年第四季度大地步区域 这里不能泄气 要充满信心 笑着走过最后的烂路 乃至明天股市 又会怎样演绎酸甜苦辣呢 耐心看完这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 欢迎收看八道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 周二收平复盘的走势与盘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依然看一下 上证创指大盘的走向 对于今天的来说 非常的不易 可以这样说 咱们已经将近半个月时间 没有看到A股市场 三大股指全红的时代了 但是今天做到了 虽然说 最终结局并没有形成上证的大涨 只是稍微涨了一点 但是创业版今天也属于一个什么样 超跌反弹的迹象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的红柱盘开始增多 这个信号非常不错 起码说 这代表着说 A股历史现在的新活力量在出现 那么现在有人问了 A股市场今天为什么可以形成上拉呢 乃至说 全球市场为什么形成全跌模式呢 咱们又会不会因为这种下跌 导致最终结局联动下移呢 马上分一下 在分析之前 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 给前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 是每天两段时更新 早中晚平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 追追看 咱们继续往上说 首先一定要注意 咱们看一下全球市场走势 其实对于这幅图形来说 当你看到之后 就会发现 欧美亚市场今天是全跌的 昨天欧美市场跌 今天亚太市场跌 而只有一个地方是红的 是什么位置 就是咱们A股市场了 虽然说 这个不用说特别嘚瑟 但是起码说 A股市场今天 终于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久违的领涨全球 而且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话 为什么欧美亚市场全跌呀 它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 俄乌冲突呀 这两天升级了 而且导致全球市场 有一点跟风性下移 但是一定要注意呀 就在这种时刻 A股市场反倒形成拉升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 A股市场这个位置 已经跌无可跌 切记啊 俄乌事件 我暂时想 虽然说啊 它确确实实 这两天是有种升级态度 但是一定要注意呀 咱们中国现在 还是以一个和平为基础 共同对待每一个国家的态度 这种模式啊 就不会影响咱们中国市场 知道吧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也就知道 为什么A股市场 它的联动性没那么大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呀 这一个理由并不足以证明 A股市场为什么今天红 下面我就给大家更多理由 告诉大家这个位置有多么强大的 共认性啊 大家应该我讲一边去评论区 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对我很重要 大家帮忙 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早在昨天我就告诉过大家啊 上证已经到了什么位置呀 它已经跌破3000点了 不要小看这个跌穿3000点啊 代表什么呀 代表2022年度第二次跌穿 何为第二次啊 就是原来有过一次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图 那一次是为什么呀 是从3700点下跌到2863点的过程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这个下跌模式 你得明白它的原因 还是外围 以及咱们经济的一个稳住了在胸起 形成的一个回踩模式 而这个过程即便如此之强大的利空 但是咱们在3000点之下 只有两个节日 一个是这个很大的超级阴线 还有一个就是见底的阴线 自己看一看 是不是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拉升盘呢 甚至达到了六七百年的涨幅 所以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在昨天已经多次告知 其实跌破3000点 它反倒是一个利好 不是利空 而且切记啊 咱们现在呢 又一次在昨天形成了跌破3000点的位置 这次和前面的事态基本一致 都是这些利空问题啊 但是一定要切记啊 这个位置 咱们却形成了久违的冰点缩量 见地价过程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位置都没有出现过啊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种时刻啊 也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整个A股市场真正该走的都走了 不走的他们也不会走了 这样才会出现一个冰点地量间谍价 那么在整个A股32年历史之中 一旦出现冰点地量间谍价 后期基本有两个方向啊 第一个什么呀 是震荡了 不会再形成很大跌幅了 第二个什么呀 立即出现反转盘 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老前辈给咱们说出了冰点地量 见地价这句话 那么现在呢 一定要注意啊 既然说前面是一个反转盘 这里 起码我告诉你们啊 这两个选择已经基本证明了 咱们不是后期的震荡盘 就是立即出现一个反转盘 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础是什么呀 是跌无可跌了 所以这个位置在跌破3000点之后啊 一定要注意 即便说咱们后期丢了时间 但是再向下的跌幅空间 已经基本到头了 而一旦出现反转盘的话 自己想一想 它这种拉升模式也是非常之大的 再加上今天一定要注意啊 今天出现了一个久违的十字星 这个十字星啊 一定要注意啊 属于什么呀 属于MCD 正处于两波峰底背离即将出现 金叉的时刻出现的 所以它预示是什么呀 预示是说 A股市场这个位置呀 即便是缩量 也不想往下走了 而且它这种模式 正处于我昨天告知的两个支撑之一 第一个什么呀 是2950到2970点区域属于一个小支撑 第二个是2850点附近 对不对 那么既然到了小支撑 它就可以再次形成反弹了 而且大家知道啊 今天国际市场比较混乱 俄乌问题的升级 以及美联储加息的事件 导致全球市场还在不断的下跌 这种情况下 A股市场能够在如此之大的烂路之中 再次形成一个红盘 代表着主力开始动作了 而今天的主力动作是什么呀 是中小创提材股 上正盘口都没有动呢 一旦上称把传众拉起来 自己想一想 A股市场就正式见底确立了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起码要看到啊 咱们在跌破3000点之后 它不是利空 是一个利好 而且在我昨天晚上告诉大家 本周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在这五个假日完成之后 咱们一定要站上3000点 只要说这个任务完成了 你们记住了啊 A股市场 2022年第四季度的大底部 正式确立了 所以你要明白 咱们走了如此之多的烂路 现在终于到了一个 看到前方有黎明时刻之时 你不能够在这里失去信心 绝对的霸道股评 不是单纯的批什么正能量 而是让你们知道 A股市场一定要注意啊 当你现在关闭自己的软件 然后骂出一句粗口 你却不知 你又一次成为一只韭菜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坚持 没有走到最后那个黎明时刻 而现在这个位置容许我的是什么呀 我要告诉你们 现在是3000点之下 你要狠狠的看着这个位置 后期是怎样局地反弹的 而并不是说 我说这些话之后 你们会感觉到舒服 甚至说给我点个赞 我就怎样说 我并不是为了这些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擦清自己的眼光啊 现在所有的股评员都在保全自己 只有我在干什么呀 在认真的告诉大家这个位置到底后期有没有机遇 这份机遇咱们得抓得住 知道吗 还这句话啊 八道五评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但是我起码不会让我的兄弟姐妹们两边挨打 这个位置一定要咬着牙 跺着脚的度过 才是咱们最终结局看到的希望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了 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有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事更新 早中晚平提前预判 你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